剛剛有同學在問這個 就是你的圖片可不可以自己上傳上去 可以的 你看一下右手邊 我們在這邊形狀的下面是不是有一個這個圖片 你把它點到這裡之後 有沒有這裡就可以上傳 你把它上傳上 你注意一下它有沒有告訴你 它支援的格式是哪幾種 JPEG PNG SPG GIF 有沒有我們的暖身包裡面 暖暖包裡面有講對不對 那 SPG 是不是像樣的 所以放到縮小不實聲 再來 你要不要上傳很大張的 不用啊 因為我們做好就1920x1080 你今天如果很大張的它還是把你縮小 再來就是GIF 最大3MB其實是6MB 其他都6MB 真的其實我們不會用它那麼多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圖片傳上來 像我剛剛傳的這個 如果你有傳的話 你會發現在這裡 它有沒有告訴你 這樣我這個是在家裡面傳的 有沒有 有這種的 也可以啊 所以你點一下它就進來了 那它的比例啊 位置旋轉這些 你都可以自己調 那這裡有它的透明度 有它的透明度 好 那今天如果你要做動畫 的話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我們先看一下回過頭來這邊 因為它支援了這麼多格式 就是你總不好意思 每次都一直用他們家的這些圖吧 有沒有 總有一天你會用完嗎 哈哈哈哈 自己要會找 那怎麼去找 來你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我們下面這裡 有沒有跟你介紹一些免費的影像影片 這很重要好嗎 那當然各位你在做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創用CC啦 這個應該很多東西有概念了吧 反正你要公開的 版權不OK 就要小心 所以建議各位你在找的時候 一定要找有創用CC的 或者是CC0 這是0 或者PDM這種圖庫 我是比較喜歡這兩種的 因為這兩種的 就是什麼 你連告訴它 出處都不用 就直接拿走的 好 那這個有興趣 你再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叫OpenClip Up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平常在Office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美工圖庫 有 對 但是呢 現在你應該知道 微軟要不要錢 要啊 你在學校也許你可以用學生版 但是不要忘記了 出去外面之後 你家裡面要買家用版 好 那公司用也是要買 所以現在有很多 是用所謂的非微軟的Office 什麼LiberOffice OpenOffice 那他們就沒有那麼多圖庫 所以你可以到這個叫OpenClip Up 這個網站 他就是希望說 你可以利用他的 他幫你收集一些 那你可以來這邊找 他本身這些圖片都是SVG 那你可以轉成PNG 當然如果我們的網站支援SVG 我一定選擇用SVG 為什麼 放大縮小不失真 好 比如說你要找那個Christmas的 好 我們就點一下 你就看看你要哪一種比較有感覺的 對不對 對 這顆聖誕樹 借用一下 好 你看到這裡有了 你看 這裡 有沒有SVG PNG都可以 而且你要知道 SVG一定是去背的 這樣不是很好嗎 PNG也是去背的 所以我假設我要SVG 有沒有看到我們上面是SVG OK 就把它按右鍵儲存起來 我就先放桌面上 OK 現在呢回到CloudAnimation 就自己上傳一下 這一個 請問有沒有進來了 點到它 放大縮小會不會失真 當然不會啊 它是向量的啊 這樣是不是最好 做錯還原在這裡 好 那順便提一下啦 如果你這一棵樹要動畫 雖然我們剛剛有這一種 對不對 但是不要每次都這一種嘛 也要長近一下啊 因為要做動畫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 動態曲線 增加Key 這個 哪一種叫Key 你看前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關鍵格 所以一般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這種我們稱作關鍵格 Keyframe 那你只要兩個以上的關鍵格 比如說一開始是這樣子 好我按一個 對不對 然後呢往往後退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希望你的樹是移到這裡來的話 我增加一個Key 有沒有都增加一個了 那你就可以移動你的樹囉 移過來 所以中間就有動畫囉 有沒有 不是一定要照我們剛剛進場出場那一種喔 嘿你是可以有選擇的 你是可以有選擇的 所以點到這邊 這樣 就有一個 那中間 他要怎麼樣去做動畫 這裡就有所謂的 我們在 專業的動畫軟體裡面 他就有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因為呢 有很多不同的動畫方式 那最常見的 你什麼Easy In Easy Out有沒有 這就是比較人性一點的 因為我們平常做 單純的做動畫就是等速度 各位以前都學過等速度嘛 等速度看起來的動畫會怎麼樣 插插 知道怎麼叫插插嗎 什麼叫插插 就是比較 比較怎麼講 動 矢板 對對對 矢板很好很好 謝謝你幫我解釋 所以 Easy In Easy Out就是有 我們有快變慢 油慢變快那個概念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就是選擇 什麼 他不同的 如果你要他前面後面都有的 就印跟澳都有 你也可以只有印或是澳的 好 所以呢 這個 你用這樣子看不出來 你一定要預覽才看得到 因為你自己拖動時間走的這種 很難去看出來那個速度上的變化 這樣了解 好 所以我這邊順便提一下 其實你也可以像這個方式去做 好 還給你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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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